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北上吃二女兒喜酒 返家卻搭上奪命普悠瑪 董靖新一家八人命喪黃泉 董靖新的大兒子 不但得面臨父母死亡的傷痛 他的一對兒女 也不幸在意外中喪生 面臨送走白髮人 和黑髮人的雙重打擊 悲痛之情難以言喻 這日是好久 聽到了沒有 董家八人不幸罹難 部分家屬遺體受損嚴重 所幸在遺體修復團隊的協助下 終於在23號全數修復完成 讓他們可以有尊嚴的 返回故鄉台東 只不過他們 還得從宜蘭圓山復原 返回遙遠的故鄉台東成功 路途勞累 加上喪屍至親的雙重打擊 真的讓人不捨 你家裡要賠 我做什麼你家裡要賠 沒希望 沒希望 董靖新的台東成功 從事漁業數十年 不但是老練的船長 善捕龍蝦的他 更有著龍蝦董的美誉 經常受到媒體採訪 我要跟我們處理好 現在很 董家三兄弟 在當地一同經營海鮮餐廳 更吸引不少濤客朝聖 只不過大哥二哥一同喪命 留守家中的三弟 看著餐廳擺設 依舊卻人是全非 除了難過更萌生退役 原本和樂融融的一家人 卻因為這場意外天人永隔 讓人不勝唏噓 三弟新聞綜合報導